魔秀的大师兄死后 平民并没有欢呼 反倒是义愤填膺的讨伐 作为正派修士的东方 让他把大师兄还回来 大师兄死后 蒜天和风露症的居民同时出现 居民们怒吼着滚出去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是大师兄帮忙 现在正派还要夺走他 群众纷纷表明自己的怒火 蒜天突然受到系统错误的形式 原来大师兄的死亡 让他误入天道系统 触发了系统bug 蒜天察觉到异常后 便趁着把大师兄带回了百眉教 更奇怪的是 在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力量下 大师兄被天道强制复活 复活后 大师兄看见蒜天 询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但话还没说完 蒜天就给他一个大逼斗 然后紧张的扑进大师兄怀里 可蒜天马上又翻脸 拽住大师兄的衣口 愤怒的说道 如果你死了 知道老娘要扣多少积分吗 看着杀气腾腾的蒜天 大师兄瑟瑟发抖 与此同时 正大的营地也传回消息 东方陷雨已被斩于封路镇 尸骨无存 听到这个消息后 鼠三路再也坐不住 火力全开 赶去封路镇找大师兄 二师兄也紧随其后 两人一路杀了出去 南宫却而见拦不住 只好通知东方 你这个师弟倔起来 这谁能拦得住 东方一边听南宫的消息 一边被居民们辱骂 看着痛苦的村民们 他才明白 大师兄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就在这时 鼠三路突然出现 他先向东方起碎 自己和英飞星善于淫地 然后边问起大师兄去哪了 东方坦白道 他就是死在这里 是我杀的 鼠三路得知事情后 怒火攻心 紧接着 一道闪电从东方背后划过 鼠三路极力克制内心的冲动 不出手伤东方 气急着他转身离开 刚往白昧叫 他不信大师兄会这样死去 哪怕大师兄死了 他也会完成他的心愿 帮助一向逢 东方警告鼠三路 与魔教为伍 只会毁掉自己的大好前途 而鼠三路却说 若他不去 才是真的背心起义 大师兄不愧是主角 死后都可以卡bug复活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刚复活 东方就来堵泉水了 在鼠三路离开后 东方就把闹事的群众控制起来 然后只剩前往白昧叫 打算捣毁魔教总坛 伸出白昧叫的大师兄 感到一次强烈的杀意后 哭着闻蒜天 说好的主角不死定律呢 蒜天听到这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谁让你不按照剧本走 死了还来怪我 原本大师兄应该主持扶魔大会 而现在他走的是配角路线 成为魔修 所以主角的命运 轮到这次主持扶魔大会的东方 而大师兄还要作死 和东方正面刚 这不是找死吗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巨大声讲 大师兄怀疑 正道已经攻入白昧叫 算天让大师兄先缓一缓 自己去查看情况 但算天前脚刚走 东方后脚就来了 那着墙外赶来的东方 大师兄准备赶紧开流 结果东方控制藤蔓 直接将大师兄混住 这才刚复活 算是又要死一副吗 大师兄内心都崩溃了 此时东方也很疑惑 他好奇大师兄为什么没死 为了弄清楚 他要把大师兄罢光 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法宝 大师兄连忙喊道 检查就检查 乱摸什么 还不如痛快给我一道 就在这时 大师兄接到了算天的传音 他会想办法救他 但千万别再惹了东方无穷 可话还没说完 大师兄的发誓 就扎在了东方的脑袋上 论作死还得是你呀 干脆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吧 但令人意外的是 东方居然没生气 还帮他重新带好发誓 随后东方继续搜身 找到大师兄藏在身上的凤灵珠 询问道 大师兄就是靠他 提挡威压和快速移动吧 说吧 东方便发动威压 此时 大师兄没有保住护体 自然提挡不住 跪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 酸天给大师兄传音 施意他动手 自己帮大师兄消除威压 大师兄立即发动了火灵根 烧毁东方的灵腾逃了出去 东方本想追击 可酸天拦在了他面前 若想追上此人 便靠过小女子的尸体吧 大师兄刚摆脱东方的追杀 结果马上又撞见入魔的二师兄 在心魔附体后 二师兄直接化身病胶 拿着剑 一脸可爱的要杀掉大师兄 此时担心大师兄的三师妹正好路过 看见这一幕 大师兄即将冲剑时 三师妹连忙挡在了他身前 三师妹修为上前 这一剑直接中伤了他 浑身是血的倒在了大师兄的怀里 二师兄反应过来后 发出痛苦的惨嚎 要知道他在年幼时 经常被人欺负 每次都是三师妹帮他出头 所以他发誓 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 定会护住三师妹 大师兄见三师妹情况越来越差 连忙拿出之前的九转还魂丹 给三师妹服下 但意外的是 服下这种救命的丹药 三师妹依旧没有醒来 身体还越来越凉 二师兄无比自责 大声呼喊着三师妹 前世他的命运便是如此 三师妹和师父最后都会死 如果他们死后 二师兄的心魔 也就彻底压不住了 怒火攻心的二师兄 把气撒在了大师兄身上 痛恨他为什么不去死 听着二师兄撕心裂肺的哭喊 大师兄的心越来越冷 既然这样 那你拔剑吧 大师兄一脸淡然的说道 但拿着剑的二师兄 却下不去手 之前也是那样 小时候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 但一想到曾经的美好回忆 他便下不去手 可心魔却一点都不能安分 不断蛊惑二师兄动手 杀掉大师兄 想要避免那些不幸 只有大师兄死去才行 想到这 二师兄泪流满面的 挥下手中的剑 但突然一人从天而降 上杀人 连忙恳求他救救自己的师妹 此时的三师妹已经气若犹思 数三路不敢耽搁 连忙查看 但偏偏这时 正道的修士杀了进来 今天他们要踏平百妹教 正道攻入百妹教 伏魔大会的高潮正式打响 而师父一相逢已经受伤 原来在这之前 一相逢察觉到外面灵力波动 担心大师兄会遇到危险 可没想到在路上 碰到讨伐魔教的南宫雀儿 南宫知道 孙女正是三界魔尊之手一相逢后 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 一相逢写些些丧命 可尽管如此 他依然没有还手 只是逃跑 他现在心机如焚 只想先回百妹教 找到大师兄 回到百妹教后 一相逢终于见到大师兄 还看见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三师妹 一相逢哭着询问 是谁把三师妹伤成这样 难道是打伤他的那群人吗 可他没想到 二师弟承认的是 自己见到大师兄后 背心魔控制 刺伤了三师妹 一相逢听完后 直接给二师弟一巴掌 二师弟愣在原地 一时间无数情绪涌上他心头 他扑进一相逢的怀里 失声痛哭 拼命道歉 祈求师父的原谅 这时鼠三路也告诉大师兄 自己先将三师妹冰封 可以延缓冰尽发展 可就在这时 二师弟发现 一相逢也身受重伤 要知道 大成器的魔修 这种皮外伤 是可以很快恢复的 还来不及询问一相逢 究竟怎么了 正道修饰 便杀了进来 准备替天行道 另一边 酸天也察觉到外面的异常 东方询问酸天 正道大军已攻入百媚角 酸天不慌吗 而酸天则一脸冷漠的说道 其实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东方笑了笑 他和师弟属三路 可从不姓名 酸天一脸不屑的说 如今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天道指引 不要妄想和天道作对 东方早就看出 酸天有意在保护大师兄 也猜到了 大师兄就是天道命定之人 大师兄面对来师兄兄的正派 想发动主角的专属技能 嘴炮攻击 大师兄解释道 百媚角自一相逢接手后 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 但正派的修士听不进去 直接对大师兄发动攻击 好在有鼠三路 帮大师兄挡下攻击 并痛骂正道修士 仗势欺人 赶尽杀绝的行为和魔修 有何区别 可南宫却认为 鼠三路是中了百媚角的魅术 就在双方争论时 一相逢拿起鼠三路的剑 向前走去 他认为伏魔大会的寝影是 自己打伤鼠三路 理应自己化解 说罢便一剑刺伤自己 鼠三路看着 倒在血泊中的一相逢 想到他与一相逢定下的约定 原来在这之前 一相逢曾在鼠三路的陪同下 来到了玄民宗的墓地 他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安葬他的师父们 一相逢坠崖牙后 修百家绝百万人师 其中便有玄民宗的恩师 先将恩师落叶归根 了却临终遗愿 听到这 鼠三路被一相逢的善良所感动 他发誓定会护住 大师兄和一相逢 可即使一相逢 自残解除恩怨 正派人士还是不买账 认为这是剿灭 大成器魔修的好机会 一起便要生情他 这一举动将大师兄彻底激怒 大骂正道人士 此时鼠三路挡在众人面前 南宫也不管那么多 就是要干掉眼前这些魔修 在他眼里 魔修就是魔修 上次的大成器魔修 死的人还不够多嘛 他的父母 也是在那场战争中去世 鼠三路一掌将他推开 愤怒说道 既然怎么解释都没用 那就陪他们好好打一场 就在南宫和鼠三路缠斗时 大师兄上来 直接就是一拳 这拳把南宫打破防了 要知道他可是一个体修 现在被扶修给揍了 传出去还怎么混 气急败坏的他 立即号召众人 一起发动进攻 铲除北眉角 躺在大师兄怀里的一相逢说道 他躺着也能打赢他们 说吧 他便扔出了无数商品法宝 与他大成器的修为 一同释放威压 顷刻间 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要知道魔修大多性格张扬 皆是剑修和体修 但像一相逢这样的 练气魔修 还是前无古人 但南宫一想到过去 还是顶住压力站了起来 看着如此坚毅的南宫 一相逢朝他走去 摸着他的脸说道 他谁也不杀 只希望能与众到和平共处 另一边 逍遥门内的师叔 在赶一到三十倍重伤后 在门里坐立不安 他心机如焚的 想赶去抚摸大会 救助他的妹妹 但他也知道 这次就是魔修的阴谋 一旦他一走 逍遥门必会被魔修们偷袭 此时四十弟也很小 但大师兄留给他很多福禄 他一定会好好守好逍遥门 四十弟的话语 让师叔想起自己的实责 虽然他很担心妹妹的安危 但眼下 他是逍遥门的代理掌门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果然如他所料 魔修们大肆进攻逍遥门 这可是他们纠缠多年的恩怨 好在是伏羞为高神 还有其他原因大能帮助 守下了逍遥门 另一边 古墨大会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男工看着眼前的易相逢 发现他的所作所为 根本不像一个魔修 一番纠结后 同意和解 只不过他提出两个要求 首先是易相逢必须辞掉魔尊之位 其次大师兄要交给正道处理 这时易相逢吐槽道 明明是你们被我压得动不了 为什么还跟我谈条件 好在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经过大师兄的分析 易相逢继承魔尊之位 是其他人的阴谋 轻易下位恐怕会引来报复 于是大师兄告诉易相逢 交出他可以 但第一个条件不能答应 结果易相逢恰恰想法 说自己可以不当魔尊 但大师兄可不会给你们 这是完美的错过正确答案啊 男工听完脸一黑 伏魔大会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立即让身后的道友体振 他们可以放过易相逢 但必要生请大师兄 瞬间 阵法中的伏魔链便困住大师兄 男工的行为 把鼠三路气得不行 愤怒之余 对所有人都说出了真相 其实大师兄并未修魔 原来大师兄坠牙后 只好修炼其他法术 之后为了互助 生性单纯的易相逢 大师兄才决定伪装成魔修 原本他以为能瞒过所有人 但没想到在学民宗的飞船上 鼠三路趁机和大师兄贴贴 启动天眼心诀 发现大师兄不是魔修的秘密 同样东方在那时 也看出大师兄并不是魔修 不过他更谨慎 他不确定大师兄是否有 骗过天眼心诀的手段 于是之前和大师兄私谈 就是想大师兄表明身份 哪知道大师兄脑子有坑 愣是一句没听懂 东方担心大师兄 如果真是魔修 还拥有如此高明的伪装手法 那必然后患无穷 所以才对他痛下杀手 好在大师兄复活后 被他强行戒杀身体 这才解开了误会 此时二师兄彻底被心魔吞噬 强行截单 面对心魔截 二师兄没有任何反抗 任由对方主导自己的身体 情绪一步步走向极端 他在听到大师兄没有修魔后 意识到前世的一切并没有改变 师妹依旧在父母大会被重伤垂死 他偶心力血的布局 成了笑话 而且大师兄不求魔 二师兄如何才能下手杀他 他不甘心 大师兄抢了他的师父和心爱之人 甚至还抢了他的身份 原本大师兄并非东方家之人 而是旁戏女眷之子 如果没有他的话 二师兄才是校妖门的大弟子 他越想越气 心魔逐渐占据主导 就在这时 大师兄的声音穿过心魔 让二师兄不要放弃 把他拉了出来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二师兄已经结单入魔 零根变异 正道修士见状 顿时就要拿下他 此时 算天看着天上的烦心 感叹道 一切终于回归到正确的命运 大师兄重回主角的位置 而二师兄再次成为修魔者 难攻一声令下 便要正派修士们动手 拿下大师兄和二师兄 鼠三路自然不肯 全力阻止 此时二师兄刚入魔 零根变异下 整个人浑身冰凉 正派修士众多 鼠三路双拳拿第四手 于是大师兄使用底牌 之前他在周围 已经化好了传送阵 现在他要带所有人开溜 但意外的是 他算错了传送的人数 结果把自己留在这里 这不是玩犊子了吗 其他人都被大师兄传送走 而刚落地 二师兄的雷结便落下 鼠三路连忙抵消 为此他的伤势再次加重 此时二师兄已经绝望 这一世 他还是走上了修魔的路 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都是天命 天命不可为 现在老天 已经等不及要杀了他 大师兄不愧是主角 即使身受包围 天道也会派人来救他 这不 眼看他要被人打死 结果自家老祖 逍遥散人亲自来救他 作为化神器的大佬 同时又是四大门派的 创始人之一 逍遥散人一登场 气场便震慑住所有人 但有人偏不信 放出法术试探他 逍遥散人也不躲避 任由弓箭刺穿自己 原来逍遥散人 最大的能力就是 怎么也死不了 随后 老祖释放强大的威压 碰着在场所有人 虽然压力不是很大 但却让每个人心里 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念头 见没人在质疑他的身份 逍遥散人便表示 他要带走大师兄 男工壮着胆子 询问逍遥散人 这是要以大欺巧 包庇门下戴罪之人吗 逍遥散人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的问道 大师兄是魔修吗 很明显不是 那他就还是逍遥门的弟子 作为老祖带走自己的门徒 有什么问题吗 正道修士们虽然很气 但却找不出理由反驳 于是只能认怂 任由逍遥散人带走了大师兄 虽然知道逍遥散人在护短 但没人敢出头 另一边 二师兄等人传送落地 但刚安全 二师兄的结单结便落下 此时数三路已是强弩之末 抗下几道雷劫后 渐渐抵挡不住 二师兄对自己的命运已经绝望 关键时刻 一下逢用法宝护住众人 看着身受重伤 还护住他的师父 二师兄扑到他的怀里 放声痛哭 他自责道 以为只要把师父和师妹藏好 他们便不会被扶摸带回牵连 但天倒难料 最终还是和曾经一样 伤害了他们 但二师兄又突然醒悟 好像这一世和前世真的不一样 前世他重叛心里 没有一个人在乎 这一世却有了如此多的羁绊 是啊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一世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 大师兄的天赋有多强 明明只是助机器的扶修 但部下的阵法 连元英气的大能都能解决掉 下药老祖在救下大师兄后 立马要他撤掉天煞27阵 并感叹到 连他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沙阵 要是被人有意为之 那绝对是身灵涂炭 其实老祖带走大师兄 就是为了关闭阵法 此时正道修士们不知道 他们捡回了一条命 另一边看戏的蒜天 见尘埃落地 便准备开溜 蒜天在走之前提醒东方 不要逆天而行 很多事情并不是他能改变的 说完马上就走 装完毕就跑 真刺激 结束这一切后 小老祖便让一条狗叼着大师兄 回到逍遥门 另一边 易相逢帮二师兄度过雷劫后 几人总算摆脱危险 二师兄的心魔也终于稳定下来 由于他灵根变异 暂时不能控制自己的灵力 所以只能穿千长衣的另一套 和大师兄的情侣款 但由于过于暴露 楚三路和易相逢联手 重新改了一下衣服的设计 看着关心自己的两人 二师兄暗自开心起来 但他的心魔已定静 果然他的心结便是大师兄 简单的休息后 易相逢想回去救大师兄 但他们现在都是重伤之区 想救人实在不现实 当无知急 是把三师妹送回逍遥门 几人商量后 由鼠三路带三师妹 做传送阵回去 二师兄和易相逢 两人作为魔修 只能隐藏身份 暗中赶回逍遥门 随着金光一闪 鼠三路掉在了大师兄怀里 看着安然无恙的大师兄 击中了他一把抱住 此时大战抽伤的师叔 刚好走了出来 看着大师兄和鼠三路抱在一起 吐槽道 大师兄果然有龙羊之号 大师兄刚想解释 便看到师叔的朋友 从他房间里出来 两人还拉拉扯扯的 大师兄无语道 师叔 你好意思说我吗 下药门不仅弟子们杀雕 老祖也不是正常人 六四狗就要十年 大师兄和鼠三路回到山门后 师祖连忙询问 三师妹去哪了 突然 三师妹从传送阵冲出来 撞到师叔的朋友身上 看着重伤的三师妹 师叔担心不已 赶紧把他送到后山洞福 那里灵气最浓郁 适合恢复伤势 大师兄向师叔承认错误 自己没照顾好师妹 还差点害死自己 如果不是老祖赶到 恐怕师兄多吉少 但师叔根本没心思听他逼比 只顾着关心三师妹 安顿好后 才询问大师兄来龙去脉 于是 大师兄只能把刚才的话 再重复一遍 一听他是老祖救回来的 便质问他 为什么不早说 紧接着 师叔准备立马去见老祖 请求他帮忙救治三师妹 见师叔走远后 大师兄八卦起 眼前这位前辈和师叔的关系 但前辈警告他 不要问 否则他们都会被师叔干掉 师叔活即回了的去找老祖 结果扑了个空 老祖已经不在 留下出门遛狗的字条 而他老人家遛一次狗 得十年起步 师叔不仅发出哀嚎 逍遥老祖本就喜欢云游四海 当年和师叔父母 一起闯下校园门后 便行踪不定 师叔年轻时 受过他的教导 告诉他与人斗法的真谛 无论遇上什么样的敌人 都得学会勾引 骗出对方的大招后 再轻松解决他 在那之后 师叔将这句话 变为自己的战斗法则 每次打架之前 都要勾引一番 只不过师叔理解的意思 似乎不是老祖的意思 但效果却意外的好 在那之后 师叔和门内弟子切磋 百战百胜 之后变成了 逍遥门的代理掌门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逍遥门的画风 从上到下都是杀娇的 大师兄刚回来 就被师叔误会 把鼠三鹿当做 大师兄的道理 还关心起两人 何时好伤的 这也没办法 他两人的行为 想不让人误会都难 由于没能拦下老祖 就三师妹 师叔无比自责 四师弟这是来安慰他 说都怪他 没及时汇报 他以为老祖是想单独找师叔 无论他们怎么劝 师叔就和一条咸鱼一样 攀坐在原地 要知道 老祖上次去遛狗 是八十年前 相等他回来就三师妹 得哄你马月呀 紧接着师叔的朋友告诉他 三师妹已经安顿好 放在后山洞府的最深处 至于老祖那边 还剩下一只 可以联系老祖的精妙 师叔在短暂的犹豫后 还是打消了这个决定 之前扶摸大会是不得已 才将老祖给召集回来 现在只赢一名弟子 恐怕有些不妥 现在最好的办法 还是找一名信得过的单修 救助三师妹 但这在座的人 见修 扶修 体修都有 就是没有单修 事情陷入僵局 突然师叔抬头发现 大师冲身旁 似乎多了一个 其他门派的人 这时他突然问到 这个是你在外找的道理吧 这句话 雷的大师兄不清 紧接着 鼠三路自我介绍 他是玄民宗三弟子 龚长盛 关于三师妹重伤的事情 不怪大师兄 是他无能 鼠三路的每句话 都在护着大师兄 师叔悄悄走过来 拉着大师兄到一旁 然后不需要 隔音姐姐大喊道 他刚才每句话 都在为你开脱 这么在护你 还说不是你道理 大师兄连忙解释道 师叔你听我狡辩啊 我是直男啊 大师叔就是不信 你没有龙羊之号 当初三师妹 这个大美女 头怀送抱 为什么你不接受 师叔实在看不惯这个逆图 让他赶紧滚回百妹教 伏墨大会刚刚结束 魔修们再次搞出大动作 只不过这次 他们突袭的是 最强的玄民宗 此时玄民宗大部分主力 都被带去了伏墨大会 还未赶回 很快护山大阵便被攻破 此时宗主在闭关 其他长老的借口不敢出战 现在门内最强的战力 便是最强flag陆长老 魔修正在门外叫嚣 将陆长老出来嘲讽的 玄民宗难道没有人了 还需一位女人出来迎敌 但他明显逼顾了眼前之人 陆长老拿出请神牌 在一段咒语后 召唤出战神 这请神牌可不简单 这是得到飞升的大能 留下的召唤物 整个修真戒都没几枚 但被召唤来的大能 往往会被天道针对 无法释放全部实力 战神被召唤来后 看见敌人是大成器的渣渣 跟陆长老吐槽道 这种角色 不是你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吗 魔修被侵蚀后很不爽 立即使用正派绝学 召唤出无数黑傀儡 但战神摸了一下 傀儡就四分五裂 而魔修并不打算正面和战神打 他可以等战神走后 再踏平玄民宗的山门 突然 他赶到背后传来一股强势的气息 原来是东方来了 他之前收到算天的警告后 马上赶回山门 两人一见面便火药为十足 互相用国际友好手势问候 不用说 这个手势肯定又是大师兄叫的 这下战神不用出手 有实力的弟子都去抚摸大会 留在山门里的 不是被天道约束无法出手 就是胆小害怕被魔修干掉的长老 要不然也不会让花花公子的东方 当上大师兄 大成亲魔修竟恐怖如斯 强如东方也被对方按着打 此时的玄民宗毫无支援 仅凭他一人阻挡恐怖的敌人 远在消耀门的鼠三路 虽然收到大师兄的传音 但只是告诉他暂时不要回来 收到这个消息 鼠三路眼巴巴的看着大师兄 希望他收留自己 但大师兄害怕再被别人误会 极力避免两人独处 眼看对方提出和他一起住 大师兄自然不肯答应 他把鼠三路安排到自己的房间 然后自己去其他地方住 但之前的大战 毁掉了消耀门大部分房屋 现在能住人的就没几间 大师兄的第一个目标 找上了最好说话的四十弟 对方一听 大师兄想和他睡在一起 联想之前大师兄的迹象 四十弟果断把门锁死 师叔的房间已经住了两个人 而且他还有伤 大师兄便不便打扰 找了一圈 都没一个合适的选择 大师兄慌了 而鼠三路此时已经在催促大师兄 是时候该休息了 可大师兄始终对他躲躲善善 鼠三路不仅感到失落 他自认是正人君子 从未有过愉悦之举 想到这 他委屈巴巴的盯着大师兄 眼看情况不妙 大师兄连忙转移话题 他发现鼠三路一直在逍遥门里 四处转悠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话刚说一半 突然鼠三路一把抓住大师兄 把他扯到了房间里 刚才还说从未冒犯 现在就原型毕露了吧 大师兄害怕极了 挣扎着往外跑去 不小心碰到了房门上的静置 顿时被电得外焦里嫩 鼠三路连忙上前查看 却发现大师兄似乎变了个人一把 看来刚才的雷电 让前世的大师兄人格觉醒 这可怕鼠三路吓得不轻 还以为自己的莽撞行为 让两人关系变得生分 紧接着 大师兄喃喃道 此时的玄冥宗 还有你应该都不在了呀 突然天空上聚集一片乌云 刚才大师兄的话 已经泄露天机 他连忙解释 刚才是胡言乱语 随后两人聊到 这些神秘的封印之河 话说到一半 大师兄打断鼠三路的询问 忠告他最好不要再追查盒子 可这件事 毕竟是师父和东方的嘱托 鼠三路不想放弃 大师兄见状 一口气大喊 让他转告玄冥宗宗主要小心 可话还没说完 一道雷霆劈了下来 连大师兄的房间都炸掉 师叔等人赶到后 认为这道天雷实在蹊跷 又没人杜劫 绝对是他俩瞒着什么事 书三路坦白道 刚才谈论的是 之前神秘的封印盒子的归属 刚才大师兄已经答应给他保管 躺在地上的大师兄无语道 自己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 他们达成什么批外交易了吗 师叔告诉他 盒子是还在 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 但即使是空盒子 书三路也要带回宗门复命 并且东方之前给他的传音 让他在小妖门多待一段时间 调查神秘的封印之河 但其实东方骗了他 只是为了不让鼠三路 陷入对战大乘七摩修的危机 此时他已身受重伤 而全民宗除了他 再无任何战力 正道第一大门派的山门 已变成一片火海 但东方和陆长老 早就料到由此一劫 这是天道的安排 一切都是天命 但他东方无穷 最不幸的就是天命 暗算百魅角 引导抚摸大会 所有的元凶 都是眼前这位大乘七摩修 此时东方后知后觉 联想之前所有的线索 终于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顾子曦并不着急杀他 压着修为和东方打着玩 渐渐的他失去了耐心 决定开大招干掉东方 远处的算天看着这一幕 感叹到一切终于回到正轨 所有人都无法和天道抗衡 突然系统急事重大分析 东方并没有死 关键时刻 南宫及时赶到救下东方 这都是因为这一世的扶摸大会 比前世提前几天结束 在收到东方的传音后 南宫及时回远 这才捡回一条命 顾子曦一看对方是挺修 而且还能正面挡下他的攻击 这说明南宫是天云流的战胜传人 实力不足 但他还是蛮不在乎 只不过多了一个原因弃的蝼翼 翻不起什么风浪 话音刚落 南宫看着无敌精神 静止冲向顾子曦 多方则在背后掩护 利用藤蔓把敌人的天雷引开 顾子曦一看普通攻击不起作用 当即就来发大招 但东方的攻击快抬一步 引导藤伯与天雷一起引爆 这样虽然化解了对方的攻击 但也加剧了东方的伤势 本命藤的颜色也暗淡下来 南宫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一拳轰飞顾子曦 被原因期暴打 气得顾子曦破防 立即释放雷电攻击东方 但南宫快抬一步 提前挡下了攻击 并且东方趁机 利用藤蔓偷袭顾子曦 将他击落 顾子曦重重的撞向地面 跪倒在地 见对方如此狼狈 多方乐呵呵地嘲讽道 只有如此大理 晚辈可说不起啊 顾子曦哪吃过这种亏 记记之下怒吼东方的名字 发誓要把他俩碎尸万段 大成亲魔修顾子曦实力强劲 但在东方和南宫的联手中 吃了大亏 这下面子上绷不住了 直接召唤黑傀儡法宝 准备全力攻击 但他一扭头 发现自己的黑傀儡 已经被战神全部解决 对方悠哉地拍拍手 似乎打得还不过瘾 但碍于天道压制 战神不能直接对顾子曦动手 但只是摸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说吧 战神便准备摸他一下 另一边玄冥宗内 火光大圣 到处都是魔修的袭击 连最重要的藏宝阁都已失手 好在关键时刻 一只巨大的犬型妖兽冲天而起 追着魔修们咬 而这个大杀四方的巨犬 就是之前路长老身旁的那个小孩 魔修们见证到已经回原 便认为没必要再做无畏的牺牲 便下令弟子们撤退 而他们的老祖 大臣妻魔修顾子曦 吃战神一击后 直接被打趴下 虽然看起来狼狈 但这足以让他自傲了 毕竟这是先者的一击 见战神无法再出手 他仰天大笑 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弟子就来告诉他 正道援军已到 该车退了 都到这一步了 顾子曦自然不肯 还差一点 他就可以干掉东方 但看起来 顾子曦比东方惨多了 不仅身仇重伤 护身法宝都没了 弟子赶忙劝他 他们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 快溜吧 临走前 顾子曦还给东方来了个大招 这一击轰倒玄冥宗的山门 还让南宫和东方同时重伤 大成心魔修恐怖如斯 好在是玄冥宗挺了过来 东方也捡回一条命 此时原初看起的算天 气得不行 想来是东方这次没死 让他扣了不少积分 这次伏墨大会的剧本被改变 现在正魔两道都损失惨重 暂时停战 经过树上大战 第二次伏墨大会 终于落下帷幕 大师兄作为中心人物 被判定为潜伏百妹教 理应外合有功 如今他重新恢复为 逍遥门的大师兄 不愧是你啊 天道对你是真好 咋地都不能让你吃亏是吧 师叔也在这时 告诉鼠三路真相 不久前 玄冥宗遭到了魔修袭击 损伤惨重 这番话 实际是想劝鼠三路 赶紧回山门 但他身负重脱 不弄清风影之河的秘密 不好回山门交差 此时鼠三路非常纠结 虽然十分担心宗门 却碍于自己的使命 大师兄安慰道 呆在这也没关系 我们一起想办法 鼠三路顺机抱住大师兄 祈求安慰 这时大师兄扭头看见蒜天 一脸诡异的笑着 按道理讲 蒜天现在应该忙着处理各种麻烦 来这儿肯定是有什么急事 大师兄连毛找借口 支走鼠三路 然后向蒜天吐槽道 伯蒙大会还有一堆烂摊子 等他收拾 有话快说 蒜天是来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 他朝道所在世界的原著 是一部正在连载的漫画 而且是正常向的漫画 大师兄一听是正常向 脸上的笑容也绷不住了 终于不用时刻担心 可以放心的追妹子了 蒜天马上给他当头一棒 虽然漫画是正常的 但作者是个俯女 经常假在私货 顿时大师兄两眼一黑 回忆起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 怪不得二师兄和树三路偶尔很奇怪 看来正常向的只代表主角 其他角色可不敢保证 一想到这 大师兄就不寒而栗 为自己的真结担心 随后大师兄反应过来 既然找到原著 是不是就可以查以后的发展 怪怪 这是外挂来了吗 蒜天打击的 你想多了 他们所处的事件 是现在进行时 进度和他们的经历是同步的 大师兄在得知自己的黑历史 被无数人观看过后 脸上绷不住了 只能疯狂是先过来缓解尴尬 确实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沙雕了 刚想吐槽自己是最惨的穿越者 但话还没说出来 天上就雷声震震 就是天道在警告他慎言啊 同样是穿越者的蒜天 也不容易 他和人间所有人的羁绊都被斩断 可以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这一点 大师兄就不一样 他穿越前与现在同名 并且在这个世界 已经和许多人有了难以割舍的纠缠 想到这儿 大师兄不禁感叹道 这真的只是一个故事吗 蒜天顿是紧张起来 以为他看穿了天道的漏洞 作为主角的大师兄 一直没特殊能力 之前他凭借前世的经验 在这个世界谨言慎行 但之后的经历 让他了解了身边这些人 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蒜天怒吼道 这只是个故事 你只要听话就好了 大师兄同样大声反驳道 他认为这是真实的世界 不然他同样是穿越者 为什么不能成为蒜天 这就说明 大师兄肯定和这个世界有联系 天道只是一直不让他找到 蒜天被说的无言以对 大师兄突然暴涨的智商 让他不知所措 但蒜天走过那么多世界 如果承认的话 那他自己该怎么办 他到底活在哪个世界 大师兄今天说的太多 连忙转移话题缓解尴尬 说自己再去拿几个鲜果 独自留下的蒜天阴谋了 他到底算活人吗 没办法和任何人有联系 连这个世界的鲜果 他都不能品尝一口 实在太难了 另一边 大师兄在拿鲜果时 遇上赶回的二师兄 但两人刚见面 大师兄就开始作死 直言自己可能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但话刚说一半 一到雷霆屁下 打断大师兄的发言 这动静 吓得二师兄认为 他也要渡结丹结 很快雷霆渐渐散去 大师兄也缓了过来 但清醒后的说话口气 竟是前世的大师兄 他先是确认自己的衣服 发现是逍遥门那一身 而二师兄却是魔修的装扮 并且还是逍遥门的样式 这是向他挑衅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师兄 二师兄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体内 或许是有两个人格 两人看着对方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突然两个人问出同样的问题 互相质问 为何对方要灭掉逍遥门 前世抚摸大会后 两人在遇也是在逍遥门 只不过那时门内已被屠戮一空 从那以后 他们都认定是对方所做 可刚才大师兄的话 让他意识到 难道之前都是误会吗 大师兄似乎不想多说师妹 默默召唤出法剑 他认为除了二师兄外 没人对逍遥门如此了解 加上三师妹曾告诉过他 除了二师兄外 不会有人会下此毒手 看着眼前怒发冲关的大师兄 二师兄的心也渐渐冷下来 既然你不相信 那就动手吧 可大师兄还有很多话要问 他也很好奇 对方是如何知道 向澳门日后有此一劫 二师兄刚想说出 自己是重生者 突然天上乌云漫步 不断有雷霆闪过 这是天道的警告 大师兄刚想透露一些 二师兄不知道的情报 一道刺眼的雷霆 悬在他们头上 二师兄对突兀的天雷很懵逼 但大师兄却看透了一切 他现在明白 只要泄露未来 对方不知道的事 那便是泄露天机 天道自然不会姑息 通过询问二师兄是否入魔 以及抚摸大会的进度 来判断时间 通过二师兄的回答 大师兄确定了现在的时间 刚想接着问时 天上的雷霆不愿意了 这可不是摆设 一道声势巨大的劫雷正在酝酿 可大师兄根本不鸟他 打算继续下去 突然 酸天一把抱住他 不许他再说下去 因为再问下去 天道的劫雷就没那么轻松了 那威力是会死人的呀 酸天的突然出现 让现场沉重的气氛 得到一次缓和 但对于酸天 大师兄突然很冷漠 完全不像之前觉醒时的亲依 甚至把对方当作自己老婆 原来前世他俩的结合 只是在演戏 因为一些约定 两人要在外人前装恩爱 在大师兄看来 天道使者和天命之人的结合 不过是迫于天道的形式 见大师兄还要乱说 酸天立即大喊 我是穿越者 话没说完 劫雷便提前落下 把两个人垫得外脚里嫩 很快大师兄缓了过来 对于被雷劈这件事 他似乎已经习惯 突然他伸手拍在二师兄的肩膀 笑着说道 欢迎回来 望着又变沙雕的大师兄 二师兄一时反应不过来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他 随后他问道 自己的衣服好看吗 这可是送分题 大师兄连忙称赞 求生于拉玛 这下可以确定 大师兄已经恢复正常 二师兄便靠在他身上 流着泪水喃喃道 这才是他的大师兄 现在的二师兄终于明白 前世的大师兄可能也重生了 暗中激素在 这一世大师兄的体内 他下定决心 要亲手救出前世的大师兄 完成自己的复仇 至于这一世的大师兄 他已不再仇恨 大师兄和二师兄 训完救后 蒜天走过来 若有所思的盯着大师兄 突然他急速后退 召唤出传送门 走之前 蒜天再次和大师兄对暗号 当说到低头四顾相识 蒜天又一眸了 哪里才是他的故乡 蒜天离开后 鼠三路抱着四十地走了过来 两人见到久违的二师兄 都很开心 这下搞得二师兄不好意思 好像做错事 离家出走的孩子一般 大师兄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 露出了老父亲的笑容 师叔也被刚才的动静吸引过来 他看着二师兄摩羞的打扮 这是要逃离笑容门吗 大师兄直呼完了 一时不知道如何狡辩 师叔的表情非常不好 大师兄是个沙雕 无法继承下一任门主 二师兄自由刻苦训练 由他接任 师叔最放心 可去个扶摩大会 回来去穿着摩羞装 二师兄不知道如何解释 反倒是师叔一把抱住他 喃喃道 罢了 安全回来就好 可刚文心起来 二师兄的发簪 炸到了师叔头上 这一幕是曾相识 一发寒暄后 师叔要个解释 下面跪着的三人瑟瑟发抖 鼠三路则在一旁看戏 二师兄悄悄而遇到 似乎还有其他的重磅消息 随后大师兄乖巧地告诉师叔 现在有个坏消息和好消息 坏消息是 二师兄结单入魔 以后只能修魔了 好消息是 有大量新成员加入逍遥门 其中不仅有三界魔尊之手 一相逢 还有部分白妹教的教徒 他们也愿意加入逍遥门 原本只有五人的门派 现在扩充数倍 本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这么多人 这得多少零食呀 师叔直接被吓晕过去 无力的倒在机有怀里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修炼日常开销 一天都得花掉大把零食 巨大的压力 师叔现在承受不住 他的伤害未好 并被带下去休息 而这个赖摊子 自然就交给大师兄 确实 以大师兄的资格 最适合这件事 二师兄看到大师兄有些为难 表示他们也可以离开 自寻住处 但这在场的人 都称他为大师兄 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马上就去给大家安排住所 远处的算天 看着发生的一切 心惨意乱 周围全是重大分歧的敌势 一切都偏离了天道的剧本 他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并且无论他怎么查原住 都没在里面发现自己的身影 这便代表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另一边 学民宗内 东方已养好身体 虽然抚摸大会结束 但这某两派的交手才刚开始 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 首先是去逍遥门 接鼠三路回家 相比东方的兢兢业业 大师兄就舒服多了 在安排完摆眉觉后 直接睡起大觉 第一天四师弟来叫他 大师兄直接摆了 继续睡 第二天换人了 二师兄亲自出马 看着大师兄想赖床 直接拔剑威胁 物理叫他起床 第三天 是温柔的鼠三路来叫他 这次大师兄果断起床 光速洗漱完毕 找个修炼的借口就溜了 四师弟和二师兄都感叹 果然鼠三路才是大师兄的客星 但大师兄第四天醒来时 眼前之人居然是东方 这个人曾经要过他的小命 大师兄自然怕得不行 闻密四天的师叔 也被他的动静吵醒 醒来后他看到 被冰封的三师妹 情况似乎并不好 而这都和师叔的状态有关 三师妹小时候 曾被邪妹附生过 从那以后 师叔便用双生花 一直给三师妹度蒸气 压制他体内的邪妹 但对方抽走了 师叔海量的蒸气 这就是师叔为何 一直是原因中期 随后师叔问道 他昏迷了几天 一听自己睡了四天 整个人都慌了 鬼知道这四天 逍遥门里发生了多少乱子 两人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大师兄在外面大喊 傻人啦 敢在逍遥门内下野 那还了得 师叔立即前去 但走得太快 落下了给三师妹 传供的双生花 既有握住不禁感叹 这个邪妹是真难缠 就像是无底洞一般 吞噬师叔这些年 修炼的灵气 大师兄这边 被东方追得鸡飞狗跳 看他如此不配合 东方直接来硬的 师法伸出藤蔓 一下就抓住大师兄 好在师叔及时就场 甩出水形剑气 斩断东方的藤蔓 然后一把抓起大师兄 你永远可以相信 逍遥门师叔 东方见前辈出马 便一脸和尚的自我介绍 此时师叔觉得 体内的法力 前所未有的充盈 突然他们发现 是头上的双生花不见了 连忙遇见去找机友 而大师兄被他丢给东方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 东方表示 他只想知道 属三路去哪了 不会伤害他 可大师兄一激动 说昨天叫他起床后 就再也没见过他 突然 东方一脸和尚的看他 你竟然敢让圣儿 叫你起床 好在师叔还是没忘了他 毕竟逍遥门的弟子 只有他能欺负 大师兄赶忙向师叔 透露东方的能力 可马上他就被捆得结结实实 师叔的水形剑意 和东方的藤蔓 很快便撞上 但东方不仅灵根克制师叔 修为也更上一筹 眼看即将打倒师叔 既有急事赶到 直接用肉体扛下东方的攻击 他似柔弱的藤蔓 竟打穿他的护体金光 既有很惊讶 他可是天宁流的大长老 一个晚辈竟能打破他的防御 这都是因为 双生花削弱了他的灵力 但东方竟敢对师叔出手 他肯定要教训这个晚辈 并威胁东方 如果敢还手 就往死里打 顿时 逍遥门内 传来不断的轰鸣声 淑三路听到动静后 赶了过来 看到自己的大师兄 被人按在地上摩擦 解释清楚后 几人结束了争斗 师叔也趁机 要回双生花 但你俩也太随便了吧 突然属三路提醒到 说不定东方可以救师妹 毕竟他是玄民宗第一单修 一叔也是一流 但师兄连忙告诉师叔 这个好消息 东方也乐意出手相助 他也想知道 究竟为何 吃了他的九转还魂丹 还救不回来 但师叔不愿意 他信不够东方 在他眼里 东方完事不公 做事没有规矩 见对方不同意 东方也不再强求 有头就准备回家 准备说什么 突然穿着魔修装的 二师兄走出来 现在正是正邪两派的 敏感时期 他要抓走二师兄 带回玄民宗审问 书三路及时出现 一脚踢向东方的裆部 东方剧痛倒地时 二师兄连忙开溜 在他缓过来后 质问大师兄是怎么回事 为了不暴露二师兄等人 大师兄满嘴胡言的扯开话题 无论他怎么套话 都没人告诉他真相 既然这样 东方也干脆赖在这不走了 此时 二师兄被他安排在后山 四师弟来传信 让他一定藏好 不然东方肯定不会消停 可东方在这多待一天 一向逢他们暴露的几率就越大 为了师父的安全 二师兄打算牺牲自己 但他被四师弟死死拽住 说等东方休息会儿 再偷偷把他送下山去 而大师兄为了掩护他们 拉着东方在门内闲逛 可以一直逛到深夜 东方还是精神奕奕 拼他的修为 几天不睡也没多大问题 四师弟已经顶不住了 困成一团 可他实在不放心 大师兄和东方这个老编太独处 在洪水四师弟后 大师兄要和东方做点大人的事情 他要和东方拼酒量 喝生死局 大师兄深知 自己这个身体 那可是千杯不倒 东方也自称 神经百战 要痛饮三大杯 蛋糕喝一杯 他就歇菜了 阴乎乎的倒在了石桌上 就这 一千二师兄也是一杯倒 难道这是东方家的遗传吗 鼠三路也不叨道 其实东方以前都是喝半杯就倒 每次喝酒 第一个歇菜的都是他 随后 他让大师兄去忙其他的 东方交给他 毕竟多年的师兄弟 鼠三路也明白 东方是故意喝醉的 给他们一个台阶 东方中最后 鼠三路负责照顾他 为他仔细处理伤口 原来之前大战留下的伤 还未痊愈 看到东方的伤口 鼠三路很自责 之前大师兄传音时 说玄冥宗很安全 但实际上 是东方替他顶住了压力 想到这儿 鼠三路愈发自责 但东方并不怪他 只是询问他这些天调查的结果 鼠三路回答道 下遥门内的魔器 非一日形成 由此可见 又为魔修大能 暗藏于山门里 这魔器 连天云流大长老都无法进化 只能一直留在这里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 修魔的二师兄 是最让人担心的 此时他在后山瑟瑟发抖 突然察觉周围有人 一箭刺去 这熟悉的手感和叫声 果然是大师兄被刺了 紧接着 他用灵符生活 和二师兄聊天 和大师兄每个阵型 一直扭来扭去 二师兄威胁道 再乱动 就再次理两件 最后两人开始谈正事 二师兄刚才 以传信给异相逢 让他们在外面躲好 但一直躲着 也不是办法呀 想到这儿 二师兄有些担忧 大师兄鼓励道 只要他们联手 肯定没问题 毕竟二师兄是重生者 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事 活脱的金手指呀 可他想多了 前世二师兄这时候 还在全民宗内受刑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这下完了 没有大腿抱 大师兄顿时慌了 二师兄看着他 发掉铃铛的样子就来气 之前也是 这个人不用修炼 修为还比他高 越想就越气 他准备捅大师兄两件 出出气 大师兄连忙解释 自己没结单 已经比不过二师兄了 而大师兄不结单的原因 就是二师兄太过在乎 修为的差距 为了让他安心 大师兄便一直压制着修为 所以有啥事 就靠二师兄照他了 我看你只是想抱大腿吧 大师兄不愧是天道照的人 突破时连心魔节都没有 而且之前一相逢 让他修魔 却一直无法入魔 而二师兄恰恰想法 他的心魔想尽办法趁虚而入 正当他们谈话时 心魔突然站在大师兄背后 愣愣地盯着他 二师兄气得大喊叫他消失 心魔是消失了 大师兄也被吓得不清 以为他魔正了 二师兄解释道 刚才的话是为了赶走心魔 随后 两人数理起眼前的情况 前世和这一次有太多不同 这次大师兄能脱险 全靠逍遥老祖 前世老祖却没有出现 看来这是他引起的蝴蝶效应 突然二师兄感到一阵寒意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大师兄连忙拿出带来的被子 给他披上 果然这次的大师兄 与前世不同 第二天 二师兄睡得很香 可大师兄通宵都在想办法 如何说服东方 短暂纠结后 大师兄下定决心 找东方好好谈谈 他一脸嫌弃地向东方打招呼 打算好好聊聊 东方也正有此意 等数三路请来后 他以为出现了幻觉 这个俩例外折喝果汁 笑声无比爽朗 两人似乎达成什么协议 东方不再追究二师兄的身份 让数三路把他领下来 二师兄回来后 一脸懵逼地看着这哥俩 他们感情好的 完全看不出曾经是敌人 突然二师兄看到 大师兄把他培养的鲜果 酿成果汁后 怒火攻心 一箭自向大师兄 东方吐槽道 你们师兄弟玩得还挺花 自来熟地攀上二师兄的肩膀 表示之前的事情 他不再追究 两人如此亲密 数三路不愿意了 连忙把二师兄从东方身旁挪走 并警告道 这里不是全民宗 希望东方收敛点 东方点头答应 突然他问二师兄 是否愿意回归东方家 头二师兄并不乐意 家族并没有给他温暖 无论是前世 还是这辈子 都没帮过他 他硬背心 绝不会为了求生 向他们摇尾巴 这就浪费大师兄一番苦心了 拒绝就算了 话还说得这么难听 好在东方并不在意 东方家也不会强求他 但全民宗和逍遥门 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途三路正想阻止东方继续耍宝 突然远处费来一只鞋 这是师叔的手笔 他以为大师兄已经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世上还有 比他更不要脸的人 公开调戏逍遥门弟子 不独自的师叔 自然不会放过东方 看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幕 大师兄无语了 他通宵致敬的计划 好像屁用没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另一边 南宫也来拜访逍遥门 此时一到山门下 这次拜访 他还带了礼物 可在拐角时 正好撞见撒花的易相逢 两人面面相去 突然南宫后退 大喊 他果然与香药门油染 现在就要抓他伏法 但易相逢的注意力 都在南宫手上的盒子 他问里面是好吃的吗 看样子 架势打不起来了 南宫的盒子里 是他特制的零米芝麻糕 易相逢正开心吃着 突然飞来个小金人 这人就是天运流的大长老 同时也是南宫的师傅 易相逢开心的打着招呼 邀请他一起趁南宫带来的美食 看着眼前熟食的两人 南宫很好奇 风魔大会结束后 香药门到底发生了多少事 香药门虽然是正派 但门内却到处都有魔修的气息 并且门内二弟子凶魔 三弟子体内也激素着恐怖的邪魅 但大师兄不在意 师弟师妹们都是他一手带大 为了他们 大师兄不惜和东方交易 二师兄想知道 让东方不追究的代价是什么 可无论他怎么询问 都不愿告诉他 见大师兄油盐不尽 二师兄威胁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他可是一清二楚 听到这儿 大师兄连忙跪下叫大佬 而二师兄想用未来的情报 替换大师兄答应东方的条件 大师兄听后果断拒绝 秘境的情报泄露 说不定东方直接翻脸要挟他们 他们太弱了 不是东方的对手 现在东方和他们合作 是因为玄冥宗和鼠三鹿的名誉 但万不得已时 东方肯定会用雷霆手段 强行清洗他们和鼠三鹿的关系 大师兄虽然看着沙雕 但内心什么都明白 二师兄也答应他安排 不再乱来 这可把大师兄感动哭了 再终于听话了 另一边 易相逢等人也回到了逍遥门 这可把大师兄吓成海打 他一个魔修 怎么敢和正道大佬们走这么近啊 但易相逢并不慌 他引用法器探查周围 确定附近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而且南宫并不想动手 和易相逢相处融洽 大师兄见状也就放心了 南宫来逍遥门的目的 也是为之前的封印小河 这里面的东西 很有可能会毁了逍遥门 深夜 东方找到大师兄 向他说道 逍遥门可真不简单 窝藏大成亲魔修 易相逢不说 还纵容门内二弟子修魔 并且在三世媒体内 他也发现了强大的邪魅 看来逍遥门的弟子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东方肆无忌惮的话 让大师兄脸色变得难看 眼神中透露出杀意 如果东方再追杀下去 大师兄不介意再和他打一次 见大师兄难得正经 东方便不再逼问 但他对大师兄越来越感兴趣 捏住大师兄的下巴 仔细端详起来 突然二师兄窜出来 向他们吼道 他们要断袖 也不要在他的地盘上 二师兄一直看不惯东方 谈话间也争奉相对 但东方一击他 二师兄就把一切都说出来 大师兄慌得不行 二师兄虽然打架还行 脑子可不大好使呀 好在有鼠三鹿这个天然呆 一句话就终结话题 他们即将要去的是 每50年开启一次的深海秘境 里面仙丹秘籍数不胜数 每次开启 修仙者们都屈之若鹜 魔修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鼠三鹿希望 他们四人可以组队 在秘境中有个照应 目前知道秘境入口的人 只有千万格格主兰哨 但对方和逍遥老祖一样 行踪不定 关键时候鼠三鹿又站了出来 原来之前他迷路时 误打误撞碰见兰哨 并呼唤了通讯碟 鼠三鹿YYDS 但二师兄不想和男工同行 估摸大会上 一直刁纳他们的 就是这个女人 突然鼠三鹿打断道 男工不是男的吗 大师兄他们没有天眼心觉 看不穿男工的伪装 东方及时打断了这个话题 这件事是男工的隐私 就不要再讨论 最终他们决定 明天一早便出发去找兰哨 这时听到动静的一箱缝走了出来 东方一见到他 就变得不正常 躲避着一箱缝的目光 两人在年幼时就相识 那时东方十一岁 采药草时误入魔修的地盘 结果被一箱缝吊起来玩 东方在那儿采了一月的草 也就是挨了一个月的毒打 此时一箱缝认出东方 开心的抱上去打招呼 这可把东方吓得够呛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找个借口马上开溜 第二天 大师兄一行人便要上路 师叔特地前来嘱咐 出门在外要小心 不要暴露二师兄的身份 实在找不到秘境入口 也不要勉强 随后一箱缝走了出来 他不要师兄特制了法器 让魔修的衣服 变为逍遥门的门派装 这样在外就不会引人注目 除此以外 他还给每个人准备了秘密武器 简单的道别后 几人便上路 一路上东方只是默默干活 什么也不说 休息时也独自待在角落 看来一箱缝成功唤醒了 他的童年阴影 几人商量后 决定让大师兄去劝劝东方 但东方不肯认怂 始终说自己没事 可到独处时又阴谋了 只不过白天的东方 就挺能折腾了 到处张花惹草 大师兄看穿了东方的伪装 他撩猫豆狗 就是想让暗中的敌人放松戒呗 毕竟谁会怀疑一个花花公子呢 而大师兄也有他打听消息的特别取得 那就是找到附近的丐帮 让他们帮忙打听消息 这招特别好使 而且还省钱 经过获得的情报推断 蓝少的目的地 应该是众仙城的拍卖会 与其一直追着找他 不如先去众仙城 等蓝少来 大师兄出色的能力 越来越让东方看好 他们在这儿搁凉好时 门口的二师兄不乐意了 有种你继续呀 大师兄和东方作为打师兄 绝对是称职的 东方不用说 守卫山门 硬刚大成亲摩修 也是门派弟子站立第一人 大师兄虽然修为差点 但是弟师妹们都是他一手带大 校外门众多任务 也是大师兄一个人安排好一切 可二师兄认为 大师兄总把他当小孩 什么事情只和东方商量 这让他非常不爽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闷气 一会儿 大师兄小心翼翼的走进来慰问 表示二师兄喜欢什么就说 拍卖会上 他用私房钱买给他 既然二师兄还不解气 大师兄豁出去了 只要不打脸 随便他处置 可他还没说几句漂亮话 就开始一直找借口 气得二师兄直接给他一件 然后气冲冲的去找属三鹿吐槽 大师兄什么都告诉他 把他当个孩子 属三鹿安慰到 师兄们有自己的考虑 作为师弟 应该相信他们 就像伏魔大会 如果二师兄不搞事 三师妹便不会受伤 那时二师兄被心魔所扰 想着控制伏魔大会 悄悄放走一相逢 但要不是大师兄一直帮他 恐怕二师兄早就没了 属三鹿也感叹到 虽然东方和大师兄都是沙雕 但关键时刻都靠得住 东方不仅是学民宗首席弟子 同时要兼任首席炼丹长老 教练年轻弟子炼丹 除此以外 还得处理东方家的事务 一般人早藏不住了 而大师兄虽然看着傻乎乎的 内心精明得很 看他和师叔的关系 就知道 大师兄暗中帮师叔处理过许多事务 他们再累也没教苦 还拼命护好这些师弟师妹 经过鼠三鹿的开导 二师兄好受多了 但大师兄有阴谋了 他把储物带翻烂 也没找出多少零食 之前抚摸大会的阵法材料 都是他自掏腰包 现在穷成这样 还咋给二师兄买礼物 突然大师兄感到体内淋漓暴涨 好在他压制及时 才没有进阶 看来最近他和二师兄心结打开后 修炼效率快的飞起 但他一回头 却发现心魔变成三师妹的样子 寒情默默的看着他 大师兄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激动的握住他的手 一脸兴奋的说 自己终于有心魔了 这个憨憨 属实把心魔整不会了 他还一脸自信的分析 心魔变成三师妹的原因 随后还吐槽心魔变身不专业 某些部位不够还原 气得心魔马上变身 换成东方的样子 但大师兄才不怕东方 还是一脸笑意的看心魔表演 并接着心魔又变成属三鹿的样子 大师兄依旧一脸淡然的和心魔唠嗑 心魔突然变成师叔 怒吼大师兄 但大师兄笑得更开心了 感叹 心魔是真能折腾呀 突然心魔再一变 大师兄笑不出来了 他变成二师兄 拿着剑一脸和善的看着他 这下大师兄终于害怕了 但心魔并没有过多纠缠 一会就消散了 紧接着二师兄走了进来 说到明天他要赶路 大师兄遇见太慢了 所以选一个人带他 选二师兄还是选属三鹿 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 大师兄小心翼翼的说 八姐你身体还有伤 我就先和属三鹿共同飞剑吧 令大师兄意外的是 二师兄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淡定的让他早点休息 明天不许来床 中心城后 几人便分开导探情报 大师兄和二师兄来查馆调查消息 正好撞见玄冥宗弟子金锁 正在抓捕摩修 大师兄准备看戏 但二师兄忍不了 把剑就冲了上去 摩修速度很快 还能提前感应到他们的法宝 最终还是靠大师兄 一平底锅打晕了摩修 果然最后出风头的还得是主角 金锁在感谢两人后 就带着摩修走了 这时算天突然掉下来 看来作为主角 小嘴不能乱巴巴 算天一脸严肃的 要大师兄和他立即结婚 并且结婚仪式要相当隆重 首先得宴请全修真戒的门派 彩礼需要一百万零食 结婚场地还得在攀云潭 也不是太贵 一天也就十万零食 大师兄一听脸都黑了 他去哪弄这么多零食 要是师叔知道 他结个婚花这么多钱 他不是直接打死他 大师兄直呼接不起 但算天也没办法 这是峨眉先攻的规矩 天道使者也不能例外 这时二师弟也吐槽到 大师兄前世这时候 的确娶了天道使者 同时还娶了三师妹 这一世如果不是因为他 可能大师兄早就有两个老婆了 与算天结合 大师兄便能坐稳天道命定之人 之后做任何事都会一帆风顺 算天还没说完 大师兄便打断道 他想改变其他人的命运 注定要走上和天道相反的道路 现在答应算天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算天一脸绝望地问大师兄 难道你就不想回去了吗 大师兄沉默不语 算天激动地说 他想回去呀 这个事情并没有他的归属 算天越说越激动 说大师兄不知好歹 与天道使者喜结良缘 是别人八辈子都求不到的机缘 信不信他随便上街拉一个人 对方都会求着跟他结婚 但算天运气不好 抓的是属三路 他心里只有小云哥哥 于是又拒绝了算天 痛太痛了 算天深夜来访 第一句话就是让大师兄娶他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大师兄现在不想屈服于天道 于是找借口敷衍算天 这时正好碰到了属三路 原来他联系上兰哨 现在正要去赴约 大师兄一听 立即打算和属三路同行 算天见状难难道 结婚这件事他不是开玩笑 但话还没说完 大师兄便一把拽住他 拉着他一起去 可没跑两步 算天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原来他的身体并不能剧烈欲动 所以没办法跑步 眼下时间又紧 大师兄心一横 把算天抱起来就跑 二师兄感叹道 不愧是你呀大师兄 脸皮真厚 他要是脸皮也厚点 是不是就能追到三十妹 既然找到兰哨后 对方并不欢迎他们 这是因为兰哨代表着千文革 是峨眉先公的死对头 大师兄这群人 带着天道使者来见他 是来砸场子吗 大师兄吐槽道 千文革不是中立吗 打算天来了就是砸场子 这番话让气氛尴尬起来 峨眉先公一直都信仰天命 行天道注定之事 而天文革做事喜欢偷天换日 违抗天命 双方根本观念不同 自然互相看不惯对方 听到兰哨的发言 二师兄显得很激动 他赞同兰哨的观点 认为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是所有事都是命中注定 兰哨看着这群热血的少年很开心 突然逃跑的魔修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后面还跟着想抓他的金锁 东方及时出现 替他捉住魔修 金锁自报性命后 大师兄和算天都心照不炫地笑起来 他俩都想到 恩兰前电视剧里的那个丫鬟金锁 可能他俩都没发现 涉及穿越前的话题时 两人的气氛就很奇怪 突然算天告诉他 这次秘境中你们有人必死 大师兄一听 脸色顿时难看 算天叮嘱他 万事先保护好自己的命 由于他拒绝和算天结婚 所以便不是天道命定之人 上次复活是因为bug 这次天道可能不将他判定为主角 虽然算天有心帮他 但系统功能有限 他又无法进入秘境 改变不了什么 而这几个人都是大师兄的伙伴 他怎么能眼睁睁看他们死掉 在当大师兄戏反意乱时 东方发现他俩在说悄悄话 大师兄连忙解释 他突然觉得和算天结婚也蛮好的 和他结婚就是妥妥的主角 怎么做死都行 但一想到结婚要花那么多钱 大师兄就慌得一疲 好在拍卖会也要开始 他还能想想办法 随后几人问蓝绍 这海蜜镜的入口在哪 蓝绍扇子一挥 说了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他们手上的拍卖会入场牌 就是这次蜜镜的门票 突然他们头上打开一道传送门 几人都被卷了进去 又连金锁也跟着那个魔修飞了起来 大师兄让他快撤手 但这个魔修是金锁好不容易抓到的 还等着拿他换任务积分呢 突然算天喊到大师兄 叫他别忘了自己的叮嘱 大师兄也向他喊道 等他回来 咱们就结婚 进入蜜镜后 大师兄才反应过来 他刚才立了好大的flag 随后几人被传送阵 送到大海之上 大师兄狂喊 自己不会游啊 他们中有人违规进入 所以几人被传送到 蜜镜中最危险的一条路 就这样 几人全部掉进海里的漩涡 还没等他们缓过来 一群水妖便向他们发起攻击 鼠三路果断反击 但水会倒垫啊大哥 大师兄想阻止 但是说不出话 水妖是被消灭了 队友们也都被点晕了 等他们醒来后 发现二师兄不见了 这没办法 鼠三路只有两只手 他只能抓两个人 大师兄突然一脸正色看着东方 说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东方打断鼠三路的话 骗大师兄 说他们是初次见面吧 原来刚才一电 前世大师兄的人格觉醒了 为了不让大师兄乱爸爸 天道不断披下雷结 但他们在深海中 雷落不进去 经过观察 东方发现 大师兄像变了个人一般 不确定是被夺射还是控魂 突然东方放出藤蔓 把大师兄捆住 并用剑威胁到 但大师兄丝毫不慌 单凶的剑杀不了人 前世的大师兄很了解东方的手段 知道灵坛怕火 随即激活自己的火灵根 烧掉东方的藤蔓 见两人起冲突 鼠三路很担心 一把抱住大师兄 准备把他垫晕 但就是这一下 又唤醒那个杀雕的大师兄 这下把东方整不会了 这两人搞什么鬼 鼠三路告诉大师兄 刚才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 难道他被人 下过什么禁术 突然大师兄发现 秀里多了张纸条 拿出一看 符纸上写着 让东方小心 可惜后面的话没有写完 大师兄也看不出来什么 另一边 二师兄醒了过来 发现周围多了一群 不认识的修士 他们是正道各派的修士 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二师兄只能冒充 三十妹的身份 扮成鱼子 好在他长的水灵 并没有人看出来 突然二师兄发现 他这次走的是主决线 也就是前世大师兄的那条路 他现在和天鱼流大师兄一起 路上无敌的体修天才归海 只见他轻轻一拳 就打烂了入侵的妖魔 但作为大师兄 总共是有那么几个缺点 首先是他无比失睡 刚打完架就迫不及待的躺着 然后由失地扛着赶路 第二个缺点 那就是他无比害怕女人 只要让他看见女的 他就会害怕地逃跑 得 果然这个世界的大师兄 没有一个正常人 虽然龟海人看起来傻傻的 但打起架来 那就是乱杀 一路上只要他们遇上妖魔 把龟海丢上去 一会儿功夫 他就能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人看得目瞪口呆 你们家大师兄是神奇宝贝吗 被你们遮阳丢 二师兄这边抱着龟海的大腿 一路上没遇上任何危险 再看大师兄那边 被一群妖兽撵得极肥狗跳 他们在逃命一段时间后 遇上二师兄一行人 几人看到二师兄的女装 都捂着肚子笑出了声 要不是这么多外人 估计大师兄早就挨打了 就属三路一脸笑意地说 很适合他 大师兄一行人 经过伏魔大会后 在修正界以桥有名气 看着他们大家安心了许多 但轮到东方自我介绍时 龟海突然抱走了 他对东方怨念颇神 龟海想胖揍东方的原因 竟是他欺骗男公的感情 擅自毁婚 大家虽然很吃惊 但都觉得 东方也不是干不出这样的事 鼠三路连忙解释 可东方却一点都不及 牛也指于智者 轻者自轻 还好龟海只是一时生气 过会儿就又睡着了 东方感叹道 电影流也不容易啊 大长老成天例外在逍遥门 大弟子又是二货 怪不得难攻压力大呢 突然龟海对着东方就是一拳 对方屡次挑衅 把东方也热毛了 既然想打 那就让他来试试 这位地上最强 但东方遇见上天后 龟海没办法了 眼巴巴的看着师弟 他被称为地上最强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会飞 而且不会法术 只会肉搏 无论他怎么卖萌 师弟都不愿意带他上天打架 而不过师弟 他只能气呼呼地睡觉 突然大师兄想到 之前纸条上的信息 莫非就是让东方 小停天遇流大师兄 于是大师兄果断拒绝组队 拉着鼠三路和二师兄就跑了 不和他们组队 一方面是因为东方 另一方面是害怕其中有奸戏 但他们没走多远 就遇上了兽潮 慌乱中 几人又被冲散 等二师兄缓过来后 发现身边还是那群人 看来是怎么也逃不出主角线 另一边金锁和摩修掉到草地上 摩修刚醒来 就被喂了毒药 这下金锁再也不担心他跑了 但他们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摩修的老大 大成亲摩修 顾子柒 金锁顿时瑟瑟发抖 他哪见过这种大人物 见情况不妙 他掉头就跑 但大成亲摩修哎 怎么会让他跑掉 摩修很清楚 顾子柒不会因为他放过金锁 为了保住姓名 他只能不要脸的说自己喜欢金锁 顾子柒觉得他很有前途 于是把金锁还给他 接下来就是找正道麻烦的时候了 在进入秘境多次失利后 大师兄终于想明白 由于天道的原因 他和二师兄不能一起行动 只要在秘境里走到一起 就会有各种情况发生 寿潮将四个人彻底冲散 鼠三路因为是鹿痴 在原地不敢乱走 而大师兄最惨 被挂在树枝上 旁边只有一个成金的老番茄 老番茄自称鲜果 和大师兄不停唠嗑 一人一国在洞里胡吹海坎 大师兄掉进的坑里设有法阵 他刚准备遇见 见就失去灵力跌落到坑底 看着坑里的尸骨 大师兄顿时觉得 这辈子完了 另一边 二师兄跟着大部队 安心的跟在后面摸鱼 但突然他发现 队里多了个不认识的人 他仔细数了几遍 都是如此 对方究竟何时混进来的 众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都不停解释自己的来历 偏偏这时候 心魔还在捣乱 心魔的话 让二师兄逐渐暴躁 但现在大师兄和鼠三六不在 他必须自己打破这个局面 说吧 他驱散心魔 然后仔细分析起局面 他觉得是有人用困魂术 混入了队伍 现在只需要挨个确认体温和心跳 就能揪出那个人 但他没想到 所有人体温和心跳都是正常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紧张 二师兄突然转念一想 这个局面就像有人故意引导一把 敌人应该就是第一个 和尸体有关的人 但他话还没说完 并受到袭击 重伤倒地 此时二师兄意识逐渐模糊 但他未完成的事情还多 不甘心这样死去 另一边在坑底的大师兄 听到外面有鼠三鹿的声音 开心的以为可以马上出去 但下一秒 鼠三鹿就重伤跌进来 大师兄联盟接住他 就在两人下坠时 大师兄一把抓住老番茄 两人一起跌入谷底 这还没完 外面的敌人还送他们一份大礼 扔下一具黑傀儡 这东西水火不清 战斗力极强 是之前袭击玄明宗的主力 另一边 二师兄的情况也不好 他被人重伤倒地 好在东方及时出现 稳住他的伤势 此时魔修的卧底 疯狂攻击着正早修士们 而最强的天云流大师兄 因为魔修附身的是个女子 早就被吓跑了 就在魔修要下杀手时 东方出手了 用藤蔓拦住他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东方好似胜权在握 但实际他也受了伤 不久前 他刚遇到大神奇魔修顾紫期 对方的魔雷还是击中了他 东方的藤蔓无比灵活 在他的操控下 很快便捆住魔修 二师兄这边总算是安全了 而大师兄呢 他已经被黑魁蕾逼到绝境 凭他的修为完全不吃对手 而且身后还有个重伤的鼠三路 难道这就是钻天说的殉命之地吗 关键时刻 大师兄拿出冰冻符 暂时抵挡住黑魁蕾 但冰冻符只能暂时阻止住黑魁蕾 不是长久之际 突然黑魁蕾挥手偷袭 还好鼠三路及时抱住大师兄后撤 大师兄不习惯两人如此亲密 连忙起身 这下又牵动了鼠三路的伤势 他赶忙道歉 眼看黑魁蕾即将突破冰封 洞内又无法遇见 看来这是个死局 鼠三路准备向大师兄意图心生 大师兄连忙捂住他的嘴 怕他乱说话 这种flag可不能利呀 在大师兄一通糊弄下 鼠三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眼下大师兄的冰冻符所剩不多 突然鼠三路提到 能不能唤醒前世的大师兄 或许他会有办法 但他们话还没说完 黑魁蕾便破冰而出 还好大师兄眼急手快 连忙补上一张 既然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那就只能试试 于是大师兄大手一挥 直接大喊自己是穿越者 可等了很久 天道的雷结并没有落下 原来大师兄一行人在深海之中 积累就算再牛逼 也没法靠过大海来电他 反倒是鼠三路好奇地问道 穿越者是什么 大师兄在秘境里搞事 这可苦了算天 一堆斯林斯包围了他 现在天道的剧本 已经被彻底扭曲 大部分剧情都是勉强完成 只不过所有主线的主角 都不是大师兄 就连门盖是他的第三个妹子 现在也被天云流大师兄遇上 而且这两七趴 一个孔男 一个孔女 这两遇到一起还真是绝配 算天在老家愁的头都大了 直呼大师兄 真是他带过的主角中 最猜的一届 而且现在天道直接摆落 只要是门派的大师兄 就可以触发剧情 另一边 随着黑魁蕾一波波的攻击 大师兄的冰冻服越来越少 但他也参无透洞底的玄机 这样没办法上去 那就往下开出条路 随着大师兄一键刺下 避免开始碎裂 紧接着他们掉入深海密尽的深处 传说中的巨兽墓穴 大师兄变绿了 对 是的 变绿了 东方在制服魔球后 便冒名大师兄的身份 与其他修士交流 而他这个冒牌货 偏偏天道还认可了 让他顶着主角的身份 触发了一大堆剧情 算贴直呼要玩 被这个麻烦的男人占据主动权 东方似乎知道二师兄隐瞒的情报 在他的套话下 二师兄说出如何去深处 而就在大师兄看破秘境规则的同时 魔修顾子漆 东方等人也纷纷打破地面 来到巨兽墓穴 这里是秘境的最深处 天才地宝无数 同样 这里也是危机重重 不仅要小心陷阱 还要地方有人来抢夺宝物 而大师兄一行人 要刻不重重重难关 拿到还魂花 就三十妹 大师兄刺破地面后 安全着陆 但还没等他喘口气 黑魁磊立即冲了上来 情急之下 鼠三路连忙施展雷发 变得黑魁磊四分五裂 但没一会儿 黑魁磊又重组身体 聪明的大师兄 已经看穿了他重组的秘密 连忙让鼠三路再放一遍刚才的技能 黑魁磊又被击碎 大师兄抓住机会 刺穿了黑魁磊的核心 原来大师兄在刚才发现 黑魁磊是由铁砂做成 所以才水火不清 而铁砂最害怕的就是雷电 他会让铁砂无法按顺序重组 这也就是为什么 魔生能要穿鼠三路不在山门市习机 突然大师兄脱离腿软 鼠三路连忙扶住他 不得不说 有个忠犬朋友是真靠谱 这时鼠三路继续问道 穿越者到底是什么 大师兄见雷杰迟迟没落下 抱着假信的心里想试一试 但他难想到 外面的雷杰已经划破天际 狠狠逼在海面上 出海的渔夫都在吐槽 还从没见过雷江海水都撕裂了 望着鼠三路诚恳的脸 大师兄正准备告诉他 但突然老番茄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让大师兄带着他 他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经过老番茄的打断 大师兄思考起来 算天之前告诉过他 密警里肯定有个人会夭折 如果说太多 岂不是会把鼠三路逼上绝路 想到这儿 大师兄只能胡言乱语 糊弄鼠三路 虽然很不情愿 但鼠三路也不再追问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和东方他们会合 此时他们已经用通讯碟联系上了东方 但一路上队友们疯狂作死 看着天才地宝就往上冲 二师兄是拦都拦不住 急凡折腾下来 把他累得要死 这下二师兄算是听会到 大师兄以前带他和三师妹时有多辛苦 但二师兄提醒太多 众人对他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二师兄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关键时刻 东方站出来替他解围 他解释到 二师兄的母亲是鹅眉先攻的人 所以二师兄也继承了推演天道的算法 东方巧言几句 并化解了众人的怀疑 他安慰二师兄 有时候被人针对不是你的错 而是因为你优秀 与众不同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听完这些后 二师兄默默想到 或许前世 大师兄要是也对他说几句这样的话 他也许就不会得上那个极端 突然大师兄出现在他面前 亲切地叫着他 这一世的大师兄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大师兄劫后余生 抱着二师兄委屈地哭了起来 随后他看到后面的东方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 东方一把拉卡二师弟吐槽道 我给你把师弟保护得好吧 你再看看 你把我师弟带成啥样了 但几人刚聊了一会儿 无数黑魁蕾就包围了他们 大师兄连忙询问二师兄有什么办法 二师兄一时也拿不出主意 虽然他前世也是魔凶 但和顾子熙并没有多少交流 没办法 大师兄只能推荐鼠三路对抗黑魁蕾 但东方不同意 这么多的黑魁蕾会类似鼠三路 现在关键是保存体力 反正黑魁蕾的目标不是他们 大家商量后 随定三人一组 但由于天大的阻碍 大师兄和二师兄不能分到一组 突然远处传来其他人的喊声 而黑魁蕾听到这些声音后 突然发起袭击 多个修士遭到毒手 而且魔凶们也冲了出来 对他们发起袭击 好在大师兄一前人因为牢番铁的痕在 帮他们掩盖住气息 但场面过于混乱 很快他们便被冲散 二师兄遭到了魔修和黑魁蕾的攻击 关键时刻 鼠三路出手了 和二师兄共同抵抗敌人 两人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黑魁蕾和魔修 其他人从黑魁蕾口中得知 他们的目标是鼠三路 但正道修士想破脑袋也不会猜到 他们口中的三路 就是玄民宗二弟子龚长盛 另一边 东方和大师兄陷入了黑魁蕾的包围 好在他们身上有老番茄 黑魁蕾发现不了他们 但他们暂时也不敢妄动 随后 大师兄把之前的纸条递给东方 而东方还不满足 在大师兄身上找鲜果 突然有修士看到这一幕 大呼打扰了 此时魔修们的计划已经过半 这次秘境中的修士已经死了大半 二师兄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里一凉 前世可没死这么多人 之前认识的天云流弟子 被压在石头下奄奄一息 离死前 对方拜托他们 一定要将他大师兄带出去 说完他没了气息 二师兄越想越不对劲 明明前世大师兄把天云流的人 一个没少地带了出去 难道这是因为我 就害死了这么多人吗 在二师兄自责时 心魔开始侵蚀他 就在这时 之前打伤十三路的神秘人 向他们发起攻击 慌乱下 两人都受了伤 神秘人一眼便看穿二师兄的伪装 指出他魔修的身份 但他看不出 二师兄是哪个魔修门派 说着说着 他便开始吐槽 一向从人杀好骗 这句话让二师兄瞬间炸锚 立即向神秘人发起攻击 对方喃喃道 就这就这 然后手一挥 向他击飞 这样的强者出现 这时心魔趁去而入 如果要是换成他 现在绝不会是这种局面 突然数三路大喝 大师兄想怎么做不重要 你不是必须要成为大师兄那样的人 抑郁点醒梦中人 原来二师兄一直都只是 憧憬着大师兄 只是想向他证明自己 大师兄能做到的事 他应飞行可能做不到 但应飞行能做到的事情 他东方仙云也做不到 想通这一切后 二师兄的动作 丝毫不再通力带水 此时神秘人蛊惑道 他俩可以合作 只要把数三路交给他就行 二师兄自然不会和这种小人为伍 势必要将对方再次诛灭 但数三路的战力却遗落千丈 因为他看不见眼前的敌人 对方神秘的身影 竟然能躲避天眼星爵的探查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 就由二师兄来当数三路的眼睛 神秘人突然出手 二师兄用上他最后一张俘虏 并且立即使用剑弃 将对方砍成两半 随后再用水行剑异进行补刀 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把敌人撕成碎片 但对方立即又复活过来 还大肆赞认二师兄 说他出手果断 丝毫不像正道那些伪君子 两人剑兵和雷攻击都没用 只能继续商量对策 数三路悄悄说他还有绝招 让二师兄掩护他 但无论二师兄怎么攻击 神秘人都不受影响 清机之下 他只能召唤一圈兵墙 将两人包裹在里面 此时数三路的大招也酝酿完毕 他作为变异雷灵根 天生便具有海量蒸汽 所以普通的配件无法承受得住 他现在的配件 是由凤凰的羽毛所打造的仙宝 在他的操控下 三朵燃烧的凤凰雨冲向神秘人 这次的攻击力竿见影 对方被烧灼的部分果然无法复原 但神秘人并没有害怕 而是兴奋的大喊 他似乎很期待被两人打败 突然他抓起身后的三名驴子 并告诉二师兄和鼠三路 这三人中 有一人和他性相连 你们有那个胆子杀了他吗 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正确 这让两人变得慎重 而神秘人就是想看他们纠结的表情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满足 他高兴的喊道 他们中有两个人是无辜的 只要杀错了 你们就是杀人凶手 这是摩修炼谷堂的同名咒 之前扶摩大会时 便是天鱼流大师兄击退了他们 而对方暴露弱连出来 也是确信自己 能杀掉二师兄和鼠三路 二师兄那边被高手阻击 大师兄这边也不好受 大成亲摩修顾紫熙找上了他们 东方让大师兄带其他人撤退 他来断后 两人的雷结和灵腾 你来我往 但东方还是略训一筹 危急时刻 大师兄的俘虏为东方挡下攻击 而且为了弥补实力的差距 大师兄不再压制修为 全力突破 并且由于大师兄在海底 所以暂时不用担心肚竭的问题 大师兄让东方帮他缠住顾紫熙 他来想办法 面对东方的灵腾 顾紫熙想要召唤天雷破除 但连天雷都批不进来 更何况他召唤的雷 冲进海里 就被大海吞噬了 而大师兄也抓住这个机会 一发符咒攻击 打飞顾紫熙 虽然大师兄的攻击不痛不痒 但被金丹七的小背锁伤 顾紫熙脸上挂不住了 正当他准备攻击时 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个符咒 原来刚才大师兄 趁机把神行符贴在他身上 顿时顾紫熙就向远处飞去 不愧是你啊大师兄 可还没等大师兄高兴 一道黑雷从背后击中他 一次强制传送 是大师兄死亡后 看这次天雷的架势 恐怕不止这么简单 看来天道是真的发火了 想要除掉这些违背他的人 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 算电花掉一千万级分 解锁更高的权限 而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 原来天道已经承认 前世大师兄的存在 在主角异形人中 加入了轮回者 而且这大师兄刚苏醒 就要面对恐怖的大乘气魔凶 大师兄丝毫不慌 淡定的用符咒挡下所有攻击 而且在东方灵藤的掩护下 大师兄顶着对方的攻击 一步步靠近固子七 天真的固子七 以为大师兄只会服录 但下一秒 大师兄便一箭刺下 这时候固子七才反应过来 对方是个福建双修的高手 虽然这一击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固子七气得放出大量天雷 而东方的灵藤也不够用了 大师兄及时接住东方 并告诉他 接下来一切交给自己 愤怒的固子七疯狂的进攻着 他认为 只要耗光对方的符禄 就赢了 但大师兄大手一挥 身旁出现无数符禄 这下固子七绷不住了 这根本耗不过呀 冷静下来的固子七发现 符禄上的真气 根本不是金丹气级别的 而是十大师的大成七真气 这都是师父一箱缝的手笔 以前大师兄怕死 用一箱缝的真气 准备了大量的防御符 事已至此 固子七也不想和对方拼命了 万一大师兄还有什么底牌 他可是要栽在这里 突然大师兄掏出一张空白符禄 并喃喃道 刚才已经获得了前辈的鞋 现在请前辈猜猜猜 这张符是来干什么的 固子七看不穿大师兄手中的符 而往往看不穿的符禄 就是最恐怖的咒符 而且这道符禄勾起了固子七不好的回忆 这时大师兄说道 他知道固子七是为了什么而来 而且也知道他还有牵挂 不想死在这里 不如大家做个交易 只要固子七发新模式 在秘境中不再伤害任何人 大师兄便告诉他 想要的东西在哪 如果固子七答应的话 那就汪一声来听听 好家伙 大师兄这是直接从杀雕 变成猛男了呀 对于大师兄的胜嵌在握 固子七气炸了 他从来没被晚辈这么看不起过 气急的他 直接用出大招地闪惊雷 这一招对他敲好极大 一般只会在拼命的时候使用 而大师兄大手一挥 使用大量扶舟顶上 无伤扛下这一击 见这样都杀不死对方 固子七也不想再耗下去 他答应大师兄的要求 以心魔启示 在此次秘境中 不再杀任何一名正道修士 两人完成交易后 固子七似乎不服气 问大师兄 如果他真的鱼丝望破 你有几层胜算 大师兄毫不客气地说 有七成把握迎下战斗 紧接着 大师兄告诉固子七 他想要之物在哪 而固子七临走前 东方还在一旁补刀 前辈是不是忘记忘一生 看来这两人见面 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等固子七走远后 大师兄才松了口气 刚才他拿出的空白符路 其实真的是空白的符路 并不是什么符咒 而且为了挡下固子七 刚才那一击 他用光了所有的防御符 只要固子七再狠一点 就是他赢了 好一个并不厌诈 东方吐槽道 就这你都感觉有七成把握 在东方的弹药条理下 大师兄的伤很快痊愈 东方以为此次秘境已经安全 慢悠悠地准备联系蜀三鹿 但大师兄告诉他 现在十万火急 他们得马上去救人 再晚一步 恐怕蜀三鹿和二师兄 就要交代在神秘人手里了 此时神秘人依靠三个孩子 作为人质 直接一把抓住鼠三鹿 让他不敢全力反抗 而二师兄又要分心保护 那三个孩子 被神秘人直接打残 二师兄忍着伤痛 一键燃向神秘人 但对方身体 丝毫不受他的攻击影响 可这一下也不是为了打他 而是给鼠三鹿标记出 敌人在哪 顷刻间 三发凤凰雨 便击穿神秘人的身躯 并且 鼠三鹿立即找回本名飞剑 一剑斩断束缚 可即使这般 神秘人的身影 依旧丝毫不受影响 不断恢复着身躯 而两人等的 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拿出一箱缝给的法宝 这件法器能够压制住 所有大城市以下的修饰 在两人的催动下 法宝很快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 把神秘人封印其中 师傅YYDS 就在两人以为成功时 莲花上多了一丝裂痕 随后 神秘人挣脱而出 并且将鼠三鹿的本名飞剑打断 顿时让他重伤 这下 两人再无反抗之力 二师兄只能压榨出体内 最后一次蒸汽来防御 同时 鼠三鹿也用出最后的凤凰雨 但没有零剑的指引 神秘人轻松躲过攻击 可鼠三鹿这一击 瞄准的并不是他 而是他上方的天云流 大师兄龟海 一声爆炸后 龟海投插凤凰雨掉了下来 虽然打到自己人很尴尬 但二师兄和鼠三鹿 立即把这个锅丢给神秘人 两人深得大师兄的真谛 懂得并不厌诈 只不过鼠三鹿对于骗人有点阴谋 神秘人看见龟海慌的一匹 上次他的傀儡大军 就是被他一个人团灭的 被吵醒的龟海气得不行 自己明明美美的睡着觉 是谁打醒了他 见两人都指向神秘人 龟海立即想气冲冲的打死他 但神秘人马上认怂 他愿以吸魔节启示 这次秘境中 他不会再出手攻击龟海 见对方如此诚恳 龟海也懒得再动手 他现在只想找个好地方睡觉 二师兄连忙说 神秘人杀了好多人 可这和龟海又有什么关系 他一直不被人待见 所以根本没必要保护他们 但他一扭头 突然看见倒在地上的湿地 龟海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立大师臣的拳头 一下一下砸向神秘人 他的速度太快 神秘人根本来不及修复身体 新的攻击就又来了 龟海在世界上的亲近之人 本就不多 在他小时候 所有人都不喜欢他 连他母亲都对他拳打脚踢 经常弄得自己一身伤 为了策服好身体的伤 龟海六岁时便自行领悟了 隐气入体 并且在没人指引的情况下 十二岁自然结单 引来的雷杰毁掉了整个皇宫 他母亲在临死前 都在怨恨 他是个怪物 后来龟海被天云流说为弟子 算是有了个新家 但他每次去执行任务 讨伐魔修后 最后都会被当成怪物拓马 没到这个时候 都是他的师弟来给他解释 而且在山门内 一直都是师弟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一些不太麻烦的任务 也是师弟帮他出去完成 男工曾告诫过龟海 如果他不承担该有的责任 早晚会后悔的 这次因为他在秘境里的懈怠 害死了所有的师弟师妹 怒急的他 只能把一切都发泄在神秘人身上 在龟海狂风暴雨的攻击下 神秘人的身躯越来越小 眼看就会被消除殆尽 但卑鄙的神秘人 立即卷起孩子 拿他当挡箭牌 顿时龟海的攻击有了一丝迟疑 而神秘人抓住机会偷袭 好在龟海速度够快 只是普通的擦伤 随后一拳从神秘人身上救下孩子 但下一秒 被救的孩子竟一刀炸在他身上 并且马上自爆 龟海自嘲道 果然他每次救人就没有好事 随后龟海便重伤失去意识 同时二师兄他们保护的两个孩子 也给了二师兄两刀 神秘人早就完全操控了他们三人 一开始他们救谁都救不了 二师兄被神秘人重伤 等大师兄赶到时 地上的二师兄已经没了气息 他只能拜托东方 说自己和二师兄还有很多事情要说 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但眼前还有个难缠的神秘人 他可不能一边治伤一边战斗 大师兄保证道 东方只需要全力救治二师兄 眼前的神秘人就交给他吧 大师兄强势的话语 引来神秘人的嘲笑 你一个精丹气的小辈 一敢妄言和我一战 但神秘人话还没说完 突然感觉到被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 身体都动不了 这是只有面对绝对强于自己的敌人 才会产生的冻结反应 但神秘人想不通 明明是他修为更高啊 但大师兄爆发的气质 完全不像是个精丹气的修士 这一刻大师兄重回主角之位 外面天道的落雷都销声匿迹 算天通过系统明白 天道似乎承认了前世大师兄的身份 属于他的命定之星 正在星空中闪耀 另一边大师兄率先出手 顿时无数火球冲向神秘人 但这些攻击在神秘人眼里太慢了 被他轻松躲过 东方此刻还以为神秘人是正派的人 但大师兄告诉他 这个神秘人可不简单 他是魔修中最残忍的 炼谷堂门主九十目 原本是金丹七大圆满的魔修 在扶摩大会时 趁乱吸食了前百媒教主 易莫黎的修为 现在他的修为 应该是大成期中期 而且帮助他的人 就是百媒教新弟子花木木 两人一边说话 一边斗法 九十目很意外 为什么大师兄对他的秘密 了如职场 到底是峨眉先攻 还是千文革告诉的他 此时对方完全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笑嘻嘻的嘲笑大师兄的攻击 不痛不痒 但马上他就笑不出来了 大师兄凭借峰行猪 在速度上碾压九十目 同时寄出一箱缝给的法宝 再加上之前布置的法阵 这下彻底困住九十目 大师兄嘲笑九十目无知 自以为计划牵引无缝 而我就是你命中的克星 大师兄全力爆发火灵根 冲向九十目 此时他还抱着侥幸心理 以为大师兄的火是反火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大师兄的攻击 就把他轰杀成渣 并且大师兄的法阵 和一箱缝法宝 彻底困住九十目 让他们无法在短时间重生 但老娟俱华的他还是没放弃 打算借用两个备用身体重生 可大师兄怎么会给他机会 法阵加强了莲花法宝的困敌能力 把九十目死死的锁在里面 此时他身体的核心暴露在大师兄面前 被一箭斩下 这时九十目再无反抗之力 大师兄面无表情的看着他说道 重伤二师兄这件事可没完 你这样的杂碎也敢动逍遥门的人 今日只是做掉你的傀儡 他日必将去你练古堂老巢 还你一份大礼 如此乎独自的大师兄 爱了爱了 我师弟只能我揍 其他人动一下试试 此时九十目已经认命 他看出大师兄的火焰 是匹敌凤凰之火的三味真火 对邪魅的杀伤力爆表 但常人是无法修炼出这种火的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大师兄拥有上古神迹火成衣 在傀儡消散前 九十目传一秘境内的所有人 告诉他们大师兄获得了上古神迹 顿时所有人都疯狂了 在他们眼中 大师兄只是一个小门派的修士 第一次见面时 还只是个驻机器的弟弟 他凭什么拥有上古神器 而且现在逍遥老祖不在这 这次可没人护卤着他了 现在秘境里的每个人 都想杀掉大师兄 抢到上古神器 但大师兄现在可不关心这些 他只担心二师兄的伤势 东方安慰到 二师兄已经稳定下来 虽然看起来他没有了气息 但实际上 二师兄借助兵临根的优势 早就把心脉给冻结 留着最后一口气 而且他手臂的伤口完整 很方便东方帮他接上 紧接着 东方告诉他 恐怕二师兄一直都维持着 冻结心脉的状态 就好像知道自己会被人刺穿胸口一般 东方的话 让大师兄想起之前不好的回忆 只能将话题引到这次秘境上 本来上次扶摩大会后 正道全面压制了魔凶 并且一举控制住秘境的入口 但魔凶们也不是傻子 他们暗中把拍卖会入场牌 和秘境入场牌掉包 这就导致正道修士进来的实力 参差不及 就要损失惨重了 既然二师兄情况好转 大师兄松了口气 一旁的鼠三路 看到大师兄吊打大城西 意识到这个人并不是他的小云哥哥 见大师兄不想过多解释 鼠三路身上发出滋滋的电流 但大师兄扭头一眼 并让鼠三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随后东方安慰道 虽然不清楚是谁占据了大师兄的身体 但可以确定的是 对方现在是有非敌 这时大师兄问东方 有多的回忆单吗 还有战斗等着他 东方说道 他的回忆单 除了之前给他那些 其余都拿来救人了 顺便东方让大师兄 分给鼠三路一些 目前需要杀后的事情还比较多 天一流大师兄还需要救治 暗中还有许多人虎视眈眈 鼠三路看着眼前陌生的大师兄 不禁想到 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是不是那个沙雕的大师兄就消失了 而且这个感觉不是凭空而来 这是鼠三路的直觉 他感觉到前世大师兄的灵魂 并不想让那个沙雕大师兄回来 而鼠三路有这样清晰的直觉 是因为他先天失明后 便一直修炼天眼星爵 他摸到的是二师兄冰冷的身体 嘴巴里是宛如铁锈的血腥味 闻到的则是东方身上熟悉的青草味 可唯一的遗憾是 眼前的小云哥哥不是他熟悉的那个 这时站在海边的蒜天也发现事情不对 他的内心总是有莫名的心迹 突然他扭头向旁边的凡人狂喊 让他们快跑 原来一场巨大的海啸正向他们冲来 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海啸 是因为大师兄之前的天雷引起的 顷刻间 海边的渔村便被刺成碎片 蒜天也被卷入深海之中 东方虽然看起来是个滑滑公子 可实际上 他一手培养了前世的大师兄 还贴心呵护师弟鼠三鹿的成长 为此他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但鼠三鹿对前世的大师兄非常忌惮 他害怕对方纠战雀巢 让这一世的小云哥哥就这样没了 而东方却丝毫不慌 虽然他摸不清对方的来历 但前世大师兄似乎很尊敬他 并且直言自己是东方的心腹之一 确实 前世的大师兄正是东方一手培养的 无论是他主持抚摸大会 还是知道正摸两派的内幕 对一切的背后都是东方在支持他 而且是把他当东方家族的接班人在培养 但大师兄过于耿直 有点见不惯东方的某些做法 这天他亲自去东方前修的地盘 想要问个明白 他认为东方只顾家族利益 牺牲不该牺牲的人 难道东方就不会后悔吗 东方悠悠地叹了口气 坚决地回答道不曾 可这也激怒了大师兄 只要东方有一丝悔意 他愿意主动替东方承担下一些恶果 但东方让他不要有这些危险的想法 他和鼠三路还年轻 不能自毁民生和虔诚 大师兄自然不能接受 冷冷地说道 这世界善恶终有报 东方是看清自己会有猎报 才打算顾不自封吗 说完后 大师兄便扭头离去 见大师兄离去 东方感叹道 年轻人还是太单纯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是节啊 这世间干净的 终归没几个 哪一个他都得小心翼翼的护着呀 而对于这次秘境 东方也早有后手安排 在几人前脚传送到秘境中 马上就有他另一位姓妇 随民宗弟子李修慧 找到千文阁主 并且拿出了 让千文阁主感兴趣的筹码 让双方进行下一步合作 看来东方只是看起来不靠谱 实际上却心思缜密 为大师兄和鼠三路操碎了心 大师兄究竟有多宠二师兄 前世虽然说着要打要杀 但也冒着生命危险 靠过危险的大阵来找二师兄 此时大师兄感觉到秘境上的不平静 嘴里喃喃道 明明现在还不到海啸来临至极 事态紧急 他们不得不赶紧离开秘境深处 但鼠三路对于前世大师兄 有着深圣的戒备心 东方安慰道 以大师兄刚才表现的实力 但他们平安出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说吧 他便把最后一颗回气单递给鼠三路 但随着几人往外赶 越来越多的不速之客袭来 他们都是盯上 大师兄身上的两件上股神器 面对众多敌人 大师兄只能一边护着二师兄 一边奋勇杀敌 恍惚中 二师兄好像有了意识 他感觉一身很疼 但又有些麻木了 比起死亡 二师兄更害怕 死后被九十目做成傀儡 想到这些 二师兄的意识无助的缩成一团 但突然 他又听到密麻麻的喊叫声 于是二师兄奋力的睁开眼睛 醒来后 便是大师兄那张冷漠的脸 他就这样呆呆的看着大师兄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虽然打败了九十目 但被大量的黑傀儡包围 一时无法脱身 但二师兄明显关心的不是那个 他在意的是 明明是前世杀掉他的人 现在却为何在保护他 二师兄苏醒后 发现自己在大师兄怀里 周围除了有大量黑傀儡敌人 还有心怀不轨的修士们 这群黑傀儡在九十目的操控下 不断大喊 大师兄获得上股神器的消息 由于对方太过孤躁 二师兄便一见斩去 但他刚动一下 身体各处都传来剧痛 而且他的左臂刚被东方接好不久 现在还不能活动 黑傀儡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很快便复原 大师兄健壮 便用真火赶走黑傀儡 同时提醒二师兄 打黑傀儡需要用属性攻击 也就是用你的冰刃 前世两人多次交手 对方有什么招式都很清楚 但二师兄对于大师兄命令的口气很不爽 咬着牙涌出冰刃 在两人冰与火的合计下 众多黑傀儡被他们逼退 无论是大师兄的火焰 还是二师兄的冰刃 对于黑傀儡都是致命的攻击 大师兄的灵火能烧尽黑傀儡 而二师兄的冰刃 能再砍到黑傀儡后 迅速冻结对方 不给他复原的机会 此时鼠三路和东方在后方观战 两人都是消耗巨大 现在根本无法成为战斗力 好在近秘境前 一相逢还赠予鼠三路 一朵莲花法宝自保 但眼前是无尽的黑傀儡大军 除此外 还有暗地里窥视法宝的修饰 虽然私人间有很多话想说 但接连不断的战斗 让他们根本来不及开口 突然又是一阵剧烈的震动 秘境似乎快塌了 大师兄和二师兄两人都觉得不对劲 前世明明没有这么快 而且似乎有人代替了他们前世的任务 打开了秘境的大门 大师兄一行人在秘境中连番血战 四人皆身受重伤 而且这一世 大师兄和二师兄都在秘境深处 那又是谁触发了秘境的开关呢 想到这儿 二师兄不禁回忆起前世 那时他并没有这么狼狈 虽然走得最危险的深海通道 但伤势远不如这次重 而且他在秘境中 被大乘其魔修顾子柒所救 那时的二师兄虽然实力不行 但毕竟是名义上的三界魔尊 顾子柒还是救下了他 只不过这些只是虚名 并不值钱 而且魔修一向奉行的道理是实力为尊 像顾子柒这种强者 之前他说一向逢是三界魔尊之手 其他人话都不敢多说 而二师兄搞得这么狼狈 是为了破坏离魂阵 这次虽被顾子柒救下 但对方提醒他 不是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小心最后身体找不回来哦 而能让二师兄不要命也要做的事情 除了欣赏人三师妹以外 就只有让他又爱又恨的大师兄了 如果二师兄无法攻破离魂阵 那么所有人都无法离开秘境 虽然二师兄骄傲地认为 他只是为了出去救三师妹 才不是为了其他人 另一边 大师兄和鼠三鹿在拿到还魂花后 遭到了九十目的伏击 大师兄被他暗算 失去左臂 而鼠三鹿则被对方控制 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 大师兄使用了三味蒸火 将九十目烧成灰烬 随后九十目便如这一世一般 四处宣传大师兄的上古神迹 而这一世 大师兄和二师兄都在秘酒深处 那到底是谁在闯离婚证